第二天下午 阿葉跟王虎来到了解剖室 直接被带到尸体旁 一下子解剖室里沉重诡异的气氛 骤人骤人骤人散得无影无踪 只有冰冷的解剖台 扶马林的气味和王法医的刀 阿叶跟阿虎站在一旁 看着王法医再拿起刀子 在胸膛上画下了第一刀 突然一件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阿叶 阿聖,不要啦阿聖,我不是這樣啦 這個卡馬手,怎麼用他來 我自己一百萬塊就這樣打開我了 阿聖,你怎麼不在這八斤 不在這門城堂,這樣會有什麼意思呢 我真是會很厲害 阿聖,要怪他啦 你中秋十五,你死依給我門城堂 不能怪我 師兄主導 你這個魔龍的腳小 沒想到在身上大張 一雙雙雙就沒有 對啦 是我主導的 要是怎麼這樣 笑 你這樣笑 想笑什麼 你早就沒在怕你 怎麼 我還是在軟腳下 公差頭 誰是一樣 你早就沒在怕 你看出來了 我告訴你 早就在家裡 要不要死我 我告訴你 不再你背起來 不要怎麼講話 我告訴你 你就沒人的腳小 一場解剖 只見王彪成了活殭屍 阿虎成了軟腳貓 最叫人驚訝的還是阿葉 一個看來哀傷斯文的寡婦 猛然間變得滿口粗話 他凶狠不堪 阿呦 慢著 有 慢著了 我睡著了 你媽 王彪和阿叶是住在嘉义石龙村里 一对乡下夫妻 他们俩在村委开了一间杂货店 家中除了夫妇俩跟孩子们 就只有一个远房侄子 跟着夫妇俩学做小生意 日子过得十分清静简单 然而这半年来王彪生了病 家中总是弥漫着药箱 这药箱子在咖啡手腕这么厚 你喝着就可以忘了 咱们不去扣啊 咱们本来就是扣的啊 扣得不扣啊 来 赶来 赶来 都会给你摸完哦 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半 王法医在自家开的医院 已经要关门休息了 忽然一辆三轮车 从外面街上急急赶来 王法医用尽各种方法急救 半小时候王彪还是一动也不动 王法医终于宣告放弃 一听到丈夫已经死了 阿叶当场便嚎啕大哭起来 看在王法医眼里也十分难过 不过由于只要非自然病死 都要向警局报应 王法医便联络就近警局来处理 嘉义分局的警员勘查之后 认为是自然病故 但是王法医认为 王彪的死状有些蹊跷 坚持应该要进一步解剖 王法医疗 一定要跳舞嚴死, 這麼我就確定是暈的 姐夫啊,拜託啦, 沒那麼好, 拜託,你別給我破啦 自己擦清楚就要擦清楚, 做事要怎麼能含著給你啦 拜託,你別給我破, 我叫你別給我破啦 姐夫啊,我叫你來拜託, 我給你拜託啦, 你別給我破啦 那天晚上, 警方將王彪的屍體先送到冰櫃冷藏 並且決定第二天檢察官相驗之後再做決定 第二天一早, 王法醫就要先去村子裡探個究竟 這一趟卻走得他異常辛苦 原來中埔鄉的石龍村是個十分偏僻的小山村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青草茶店 坐下來問起王彪病死的事 我們請問一下, 你們知道你們來阿彪的, 哪裡誰都死 阿彪的, 他說就好好的, 怎麼發去就去 阿彪啊, 阿彪啊, 人家又故意, 又老實 買的東西, 燒到影響再燒了啦 你說伯父啊, 怎麼都沒聽好人 他說讓他去就去啦 阿彪了啦, 阿彪都不知道啦 阿彪可能就是阿彪了 阿彪, 他說, 阿彪, 他怎麼跟他拖不來 他說, 我聽阿彪的你說 阿彪, 他們都在家的腳毛巾 這個政樓到底帶多久了, 他們怎麼知道 都帶到那種山腳那裡 有情緒苦 都沒辦法 阿彪, 還有這種地方 聽了之後 王法醫決定還是親自走一趟阿彪家 問個清楚 一路上, 熱心的村民都幫他指路 每個人說起阿彪的死都是十分惋惜 綜合大家的印象 阿彪跟阿彪是一對勤勤懇懇做生意的夫妻 雜貨店雖然開在偏僻的村尾 但是不抬物價, 非常實在 但人和氣有理 所以村民們也喜歡去買 是大家的厚促兵 到了王彪家的雜貨店 大門卻緊閉著 王法醫敲了敲門, 沒人硬 他又繞到後院看看 也是靜悄悄的 原來真的沒人在家 王法醫只有大道回府了 王法醫悠哉地走著 忽然天空一暗 掛起了一陣風 冷不防地帽子被吹落 一吹吹進了林子裡去了 王法醫急忙跑進去接 忽然他聽見前面隱隱似乎有聲音 好奇心一起 王法醫連帽子也沒有剪 又走了進去 然而四下無人 就在王法醫疑心自己 是不是聽錯了的時候 忽然林子外的山道上 傳來稀稀疏疏疏的聲音 不知少人 後來稍微炸鑊 老公, 開開就這麼免狀了 幫我一起講 最いた是嗎 開開一大 開會就是 高級一大 沒了,開開會 開…開開會 開會開會 開會開會開 開會開 王法医就站在隐蔽处 看他们离去后 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隔天 王法医拎着用草叶包着的猪肉 又来到了阿叶家 这回阿叶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坐在店里头 一身白衣束缚 看起来十分哀伤 见到王法医来访 十分惊讶 随即也客气地请他进来坐 太多了 这是我以前经贵在店里 买的现台黑铁 你拿去炼汤 自己补一下 然后让你的孩子补一下 当时 过来给他开心 这老三下 不然你三下 我先拿来三下 好 阿叶从客厅走进到厨房 王法医奇怪 阿叶怎么许久不出来 脖子伸长了往里面一探 却看到阿叶手里 拿着一个洗衣盆 刚从一个房间出来 而另一只手 拿着一团衣服 放进洗衣盆里 然后阿虎从房间里出来 阿虎走了出来 看见王法医 打个招呼 便拉了椅子坐下 王法医瞧瞧阿虎 虽然脸旁有点孩子气 身材倒已经发育得相当壮硕 十足十的男人体魄了 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阿虎 阿虎 你家的店家的招呼够不够 有啦 不够了 我可以过两三个让你赢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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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是来的我六七八十 我来的声情依 那你那里有什么 我們去台裡要不要別人坐一會 我就看這路長長想說稍微整理一下 那是沒關係啦 過天有用喔 你這爸爸看在那邊拍 我聽你的啦 快別人去坐啦 你娘的做事 還要吃飯呢 看起來 這樣就不錯喔 你拜託啦 你別在我爸說啦 你為我親愛說話 我一個女人 老人好打死 我還要做是你還要顧小孩 他在那裡的日子 我又要過下去了 拜託你媽要我爸說啦 對呀 喔 這樣喔 這輩子太難了 我今天來的主意啊 我讓我帶你來的樂隊 是要代表歡迎自己去蒮姐 他小伙子的實體 會抱一跤我成員 你一定要來的啦 我沒事了 我先來找喔 好 你很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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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一件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沒想到你身體那麼大張 一雙雙雙就沒了 對啦 是我主動的 阿屎怎麼樣 笑 你怎麼笑 想笑什麼 你早就沒在怕你 怎麼樣 對呀 我也是在軟腳下 公差頭 誰是同樣 你早就沒在信 看出出來 我告訴你 早就坐在那邊這麼白 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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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不知道你背起來 背怎麼講話 都講話 你們都沒讓人打笑 一場解剖 只見王彪成了活僵尸 阿虎成了軟腳貌 最叫人驚訝的還是阿葉 一個看來哀傷斯文的寡婦 猛然間變得滿口粗話兇狠不堪 於是一切真相大白 原來跟王法醫所料不差 王彪果真是吃了毒藥而死的 阿葉說他跟阿彪已經結婚好幾年 阿彪這個人就像個木頭一樣 每天只知道工作 吃飯 睡覺 婚前婚後 不論他打扮得多麼漂亮 他連正眼也沒看過她一下 更別提什麼窩心體貼的舉動了 白天裡忙著 晚上上了床 想從丈夫那兒得到一些慰藉 哪知道王彪的床室也跟他的為人一樣 好像在辦公室的 胃童嚼辣 到時一年讓他生一個孩子 而自從有了孩子 王彪更把他當老媽子一樣 開口閉口就叫他煮飯餵奶帶孩子 前年十八歲的遠房侄子王虎 來到家裡寄住兼學做生意 阿虎體格魁梧 一見到阿虎那虎背熊腰的樣子 他心就怦怦地跳 有的時候兩個人一起出去 砍柴或者賣菜 阿虎總是細心體貼地背所有的東西 兩人單獨相處時 阿爺總會特意地幫阿虎擦擦汗 搓搓背 慢慢地阿虎看他的眼神 開始有些不對勁起來 阿爺 你是我看過的女婦當中最漂亮的 真的嗎 你要說你阿爺很開心嗎 沒有啦 我跟你說真的啦 我就跟他阿爺很開心 阿爺 你給他摸一個棚子 阿爺少年一下 好 兩個人乾彩烈火 從此纏綿不已 不過 由於阿爺已經三十好幾 阿虎卻是十八九歲的傻大個兒 看他們時而同出同入 村人也只覺得阿爺很照顧這個小侄子 從來沒有起過疑心 阿彪是個二愣子 上了床就連七級的地震也搖不醒 有時阿爺跟阿虎 索性在客廳當著祖宗排位 就不大好看起來 阿彪還在房間裡大做好夢 憨聲連連 一家人 叔叔嬸嬸 侄兒 檯面上叫得毫不親熱 私下裡也相處得熱鬧非凡 可是這半年多來 阿彪生了病 還有失眠症 老是睡不著 阿爺跟阿虎覺得十分不方便 阿爺便跟阿虎提議 乾脆把王彪給做了 阿虎一直對阿爺言聽計從 當下同意了 過了幾天 親戚送來幾副中藥 要給阿彪服用 王虎知道了 便提議要把毒老鼠的 親孫家裡放進去 阿彪喝了 不久就嚷嚷著肚子疼 接著便人事不治 此時阿爺跟阿虎急忙叫村長陪著一起下山急救 卻好死不死 撞進王法醫開設的王外科里 經過化驗後 阿爺不知又在他腳搭進去 爺爺搭機關 所以我腳來搭個 尺寸人都會躲走 啊如果說到他的面的表情 他就難出了 整個人用心的點 要給他做到你稍微有表情 就賣不太簡單了 阿龜君子啦 你名字甚麼得看啊 那是比你 嗯 不聽到 很有力 好強哦